升级论症 在新指数方面上星期气势如虹 一举突破今年的高位 而成交方面价量齐升 看板块方面科技股领先 另外过来出了一些政策 去帮助港股情绪更加好 令入市资金更加回约 看到很多股票都突破三个月 甚至一年的高位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我们的香港交易所3008的耗仓 3008主要业务来说是一个上市公司的业务 还有第二就是那个交投量 还有那个生产品的交易费用 其实看到3008来说 在这几个月的横行区 最后终于突破了 所以我觉得它下一步可能会再次爬升 就设备成家的急升 现水平来说 大家可以留意3008 8%价外的耗仓 如果下跌超过4% 就会有一个止损的动作 另外投资者要留意 未来五一长假期是没有不随 另外港贵星期三是有个优势 大家玩献身工的朋友都要多多留意 根据炮遮短线继续提升港交所的补注 可以留意我们升至一只架外长年期的港交所call 21649 21649这个call 行使价在350元附近 属于非常架外的选择 看到港交所近期的波幅扩大了 如果真的看好大行程的话 也可以留意这只架外的港交所call 21649 条款比较适合在于它的年期 去到2025年的3月先到期 如果真的行出一个大行程 港股行出一个大行程的话 这只都有足够的年期 去给大家做一个中线提升的部署 以昨天见过港交所256元这个价钱来计的话 21649对应的卵价大概就是9300 如果以持货一个星期的时间值短线部署 以及价值人生波幅不变的话 如果对应港交所走到大概20元的升幅度的话 去到276.5元附近 21649的对应卵价大概就是14400 潜在的升幅都有超过五成那么多